第二个 求师尊教授 马上有钱法的相应心药 跟求财的方法 王凯玲 加拿大王凯玲 好像我认得她 你是五个姐妹的王凯玲 求师尊教授马上有钱法的相应心药 和求财方法 马上有钱法是姚子金母的 姚子金母的 我告诉你 求姚子金母 姚子金母很慈悲 她很慈祥 很慈悲 你需要 这么多的钱 而且马上要有钱 有修马上有钱法的 你用尽你的心意 去求姚子金母 修马上有钱法 用尽你的心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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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你的心意 就是心药 你如何用尽你的心意去求姚子金母 用哭 用哭的也可以 其实哭 用尽你的心意 用尽你的心意去求姚子 这就是心药 然后修马上有钱法 这就是求财的方法 要求财的心意去求财的心意 你只要让姚子金母 同情你 她产生了同情心 对你产生了同情心 她一定会帮你 我身为姚子金母的弟子 我身为姚子金母的弟子 我是感觉到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如果过分地要求姚子金母 她不会 她 不会 好 会对我惩罚 她会对我惩罚 她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 她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 但是她慈悲你的时候 又是她又是最慈悲的 也是最严厉的 又是严厉又是慈悲 所以我用尽了很多方法 我了解姚子金母 你只要让她 产生了慈悲你的心 你要求什么都行 但是你如果过分地要求 我实在是太过分了 过分了 超过那个过分了 她要惩罚我 也很容易 她可以一下子就把我收回去 就把我收走 她也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我知道她也是很严厉 又是非常慈悲的 所以你用尽你的全心全意 去求姚子金母 她产生了悲心 你一定可以得到你的要求 而且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信仰